继《张星成》后,任嘉伦工作室发文呼吁别接机,人被撞到花盆土调出来一片狼藉,前几天刚刚大结局的电视剧《冰糖顿雪梨》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吧,剧中李宇斌和唐学又甜又虐的感情,让这部以冰上运动为主的励志青春校园巨大火。 而张星成作为男主角李宇斌的扮演者,在演员的榜单上多次登顶,科班出身的他终于凭借这部剧《大火》了,但是就像肖战一样,粉丝多了也有烦心事,因为他在机场出入的时候有大批粉丝接机送机,引起现场混乱不堪,也影响了明星本人的形象。 于是张星成呼吁粉丝不要去接机,在特殊时期不要聚集,正能量的偶像能够带动粉丝正能量的行为,粉丝们也应该要听话哦。 还没过几天,继张星成后,任嘉伦工作室也发布博文呼吁大家不要接机了,凭借在锦衣之下中扮演男主角大火的任嘉伦,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当红的男明星。